大家好 我是 Leo 今天跟大家游石澳 旅程超轻松 很适合家庭组合 或者情侣拍拖的交游路线 还有很多奇岩怪石可以拍照打卡 出发之前记得点赞和订阅我频道 我们现在就出发啦 我当天就在沙基湾站A出口 乘搭9号巴士去到石澳总站下车 大概30分钟车程 就会到达总站石澳 途中都会经过出名的龙翟 一落车就已经觉得很有度假的 石澳亦都被誉为香港最美的小鱼村 在村里面有很多彩色的屋 在落车附近已经有很多餐厅可以选择 这里的泰国菜比较出名 我就在对着石澳政摊 一间叫做石澳乐园的泰国菜吃饭 点了个椰青 雪得很够冬 椰青水都很清甜 吃泰国菜要喝个椰青才够风味 我们点了炒通菜都很够锅气 而且炒得不会很老 仍然很爽脆 另外泰式炒金边粉 用了网状的蛋皮包着炒好的金边粉 相信是想做一个菠萝的外形 虽然上台时候有少少酒样 但都没有影响到它的味道 我吃泰国菜通常会点一个炒金边粉 而这个金边粉都炒得挺干身 混合花生碎也挺香的 有时我吃炒金边粉都会加少少砂糖 混合调味 我觉得这样会更好吃 小食拼盘一看就知道是工厂交来的货式 好处就是品质统一 只要炸得够热热热 基本上都不会怎么出事 吃完饭之后 就来到石澳政摊走个圈 我们吃饱饱了 之后呢 现在就首先去这个情人叫 途中会经过一些欧陆风格的小屋 很适合在这里拍照打卡 也是石澳村的特色之一 先去石澳出名的情人南桥 再去石澳最东面的大陶州 那边就有很多奇岩怪石 石澳村已经超过有200年的历史 可以说是没有香港就已经有石澳了 走完几个难的山之后 就在这个石澳里吃过泰国餐 走着沙滩走着山坡 走着山坡 走着熊白鸡 而在石澳山仔路这些独立屋 多数都是这里的老牌家族持有 直上斜坡 左边就有一个仿古中式大宅 古香很有中式的味道 香港都比较少见到这些大宅 还要近海边 我们现在走到情人桥那边 走到情人桥那边 可以走到去粉蓝色的情人桥 又叫做石澳南桥 连接了石澳的后滩和大头洲 这里也是热门的打卡圣地 原本的南桥就是兴建在60年代 但是在2018年 因为超强台风山足集港 整座桥被吹塌 去到2021年的4月中才重开 重开后的情人桥 保持回粉蓝色的外形 但是为什么会叫做情人桥呢 因为粉蓝色的桥身 就吸引人一种浪漫的感觉 而且在桥的宽度 只是刚刚够两个人走过 吸引了不少情侣来到这里拍拖 拍照留念 所以就叫做情人桥 也成为了石澳的地标之一 在这里拍照 在这里拍照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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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去的大头洲 西岸就有一个年岛沙洲 和石澳陆地相连 东面 南面 和北面 都是面向南塘海峡 而大头洲附近 有很多奇岩怪石 而石澳这个名字的由来 是没有一个官方的解释 但是有说法 这里有很多陡潮的石崖 铃增的岩石 而且岸边有很多沙滩 两种地貌合成就变了石澳这个地名 而另一种说法就是石澳这里 曾经有彩石叶的历史 所以就叫做石澳 这边有很多岩石可以打卡的 而且都不是很难 全部的岩石都是比较近地下 也有踏脚位 所以上到岩石都挺方便 可以拍照打卡办一下 大头洲的山顶 只是海拔的56米 这里有凉亭 还有一个这么有趣的标高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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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就走向另外一边 走到岩石的平台 那边的人流很少 也可以看到广阔的海景 石澳真是好像它的名字那样 四周都是怪石林立 现在只有哪个地方 百年 Jab dak 哪哪哪哪哪哪 哪哪哪ノ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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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山的途中 見到一個好像毛毛蟲的巨型大石 而回到情人橋之前 就見到另一座的巨型岩石 這一個很好的打卡的位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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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都可以騙一下 來打卡 原本我想去喜劇之王 曾經取景的石奧公立民生學校 去到才知道這裏面目全非 颱風山竹的破壞 將向海淺藍色的牆 以至背後的石梯都摧倒了 現在也圍封了 從鐵閘網下去 電影裏面將拍磚 埋著那棵樹 是仍然在這裏 但是服場就已經倒塌了 而健康園的範圍 也都只有村民才可以進入 回到石奧健康園的牌坊 旁邊就是我們今天下車的巴士站 可以乘車離開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裏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點贊和訂閱我頻道 最重要是留言和分享給朋友 按下我小鈴鐺 當有新片出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約定你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主人們 會 ven 我們下條片 我們下條片